欢迎继续收听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190集 真的好饿呀 也不知道谁定的规矩 凭什么不给新娘吃东西 把人和的头昏眼花还怎么结婚 别到时候爸妈都弄不清了 这时候陆玉腿们进来了 准备的怎么样了 陆玉你来的正好 快快快快过来 干嘛你有东西要送我呀 下面还有没有吃的 你去给我拖一点上来 不行沈子说了你不能吃东西 不让她知道不就行了 而且我都要饿死了 孩子一直在提我呢 真的假的这么严重啊 当然是真的啦 我要是再不吃的话 孩子就要蹦出来找我麻烦了 可是吃了东西会不会不吉利什么的 不会的 不让吃东西的传统 只是针对没有怀孕的人 我现在怀孕了 是可以吃东西的 不不不 不是我在吃东西 是孩子要吃东西 陆玉被他说迷糊了 点点头 嗯 好像有点道理 行 那我先去看看 对了 那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 只要是吃的就行 陆悠悠都饿得发慌了 哪还管什么吃的呀 有吃的就谢天谢地了 怎么感觉 结个婚跟遭罪似的 瞧把他这个新娘子给饿的 怪让人心疼的 陆悠悠等的煎熬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哪里像什么幸福的新娘子呀 简直就是来遭罪的 啊 你们悠着点 别弄得浓妆艳末 跟个妖怪似的 回头把人吓跑了 您放心吧 绝对不会的 婚车提前一小时 抵达街庆的地点 十二辆轻一色 劳斯莱斯停在门口 庄严又气派 说好的一切从前 所以家里没有安排太多人 来拦新郎 但是陆二爷可不是小气的 凡是在场的人均发六个红包 就连楼上的化妆师和礼服师之类的 都拿了大红包 陆二爷顺利接到了自己美丽的新娘 陆悠悠一身洁白的婚纱 款式没有那么华丽夸张 但是精致而独特 穿在她身上 就像一个圣洁的精灵 美丽又脱俗 两个人隔着一层头纱 凝视着彼此 别傻站着了 红包都给了 还不快去把新娘子接走 大婶子在旁提醒着 陆霄这才回了回神 不好意思地笑了 陆二爷生平第一次 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陆悠悠在床上坐着 看她那傻样 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人 把她那笑容给拍下来 陆霄走过去 陆玉这个伴娘 给递上了水晶鞋 同样是定制的 优雅的鞋身 独特的设计 三公分的水晶根上 镶着一颗钻石 华丽而高贵 陆霄只知道 要帮陆悠悠穿上鞋子 并不知道其他礼节 或者说是忘记了 她把手里的捧花交给陆玉 准备跪下来 给陆悠悠穿鞋 陆玉看着陆霄递来的花束 好看是好看 可是她不敢接呀 新郎官 你搞错对象了 这玩意儿不是给我 给我就不好玩了 陆霄给她一个 自作多情的眼神 心里在说 谁说要给你了 就是让你帮忙 挠一笑而已 陆玉向来都比较敏感 当新郎官投来目光时 她就知道自己想多了 提醒道 捧花可以给新娘子了 陆霄这才想起来 捧花是这个时候给新娘 可她怎么一直记着 是婚礼的时候才给的 好吧 事情太多了 陆霄准备将手中的花束 送出去的时候 陆玉又提醒了一句 单膝跪地 不是说婚礼以前 彩排了好几天了吗 这就是彩排的结果 陆玉真担心 待会儿婚礼开场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 台词都给忘了 陆霄又单膝跪下 将捧花送上 新郎官 说两句情话来听听 陆玉趁着此次机会 得好好调戏一下陆二爷 不然错过了 这辈子都别想了 陆霄冷定了她一眼 肯定不会说 新郎官 今天你的身份 就是有求必应 知道吗 陆霄压根不理她 目光盯着面前的 美丽新娘 真不说 陆悠悠没有接花 而是问她 陆霄朝她靠近过去 压着声音说道 闻上悄悄说 陆悠悠笑了 伸手把她的花 接了过来 嘴 新娘子也太好哄了吧 你还是低调点吧 下个就轮到你了 陆悠悠好心提醒她 陆玉拍着胸脯 我 保证有求必应 陆悠悠也不搭理她 陆霄给她穿上水晶鞋 握着她的脚 低头吻了一下 哇 这个可以 刚那个镜头谁拍得好 给谁额外交红包啊 陆二爷这边进展顺利 而陆四爷那边 就没那么顺利了 明明是要低调的 结果 十二辆豪车停在门口 想低调都难 最后 酒店工作人员 都参与了闹喜 陆白这边 把红包给弄得不够发了 面对围着说喜话的一群人 陆四爷第一次这么窘迫 原本红包是绰绰有余的 哪知道 多出来上百个酒店工作人员 即便红包准备得充足 也不可能多出一百多份呀 看着大家伙那么热闹 于笑小声地提醒身旁的男人 你怎么还不发红包啊 时间来不及了 红包发完了 于笑不敢相信地侧谋看他 那眼神好像在问 那怎么办 别急 管家已经去补了 陆白握了握他的手 淡定自如 于笑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小声咕弄道 你都不知道多背一点 已经多背了几十份了 都被抢光了 于笑看着大家坐等红包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一个都没上